好同學現在我們來設定這個加工塗層 加工塗層基本上要設定的地方有這個是否輸出 速度還有加工方式跟這個激光的功率 基本上就這四個其他的同學都不需要去控制 是否輸出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做第二次加工的時候 有一些塗層我們深度已經夠了就把它填成否 好可是我們現在第一次加工所以填四 再來速度 基本上雷雕機有兩個數值來決定它的加工深度 第一個就是速度第二個就是激光的功率 速度越慢加工的時間越長深度就越深 速度功率越大 加工的深度就越深 越小反織 好所以我們再來調整 再來 加工方式這裡有三個 其實切根跟打孔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只有兩個激光掃描跟激光切割 好因為我們這個是外圍的部分 藍色是外圍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要做切割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裡就按切割 所以切割的通常我們的速度就要慢 速度大概是從200到400之間 20到400之間 功率是從15到80之間 因為我們這台的最大輸出功率就是80 可是我們在設定的時候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兩個數值是一樣的 其實它沒有什麼最大功率跟最小功率 所以基本上就要設成一樣的 所以我們切割兩個都是80 所以這個就設定好了 設定好了之後我們在掃描圖 直接這邊點選 直接這邊點選 掃描通常我們的速度就是會比較 快 老師先給你看一下這個樣本 老師這邊放 這邊都有放一些樣本 讓同學可以做參考 像這個是飛機木 所以你看這種就是掃描的效果 所以它的速度是400 功率是20 所以這個切割 速度是20 功率是80 所以同學可以做參考 好 所以我們這裡是要掃描 所以速度400 功率 30 好 確定 好 我們完成設定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檔案 下載到雷雕機 就按下載 它會出現檔名 好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時間 來做檔名 確定 好 確定了之後 它會說這個檔案下載成功 就確定 這個檔案就會到雷雕機那邊去了 所以 基本上電腦這一邊的操作 就是這樣子